你好,我是依若芬 你会不会失眠呢? 失眠的时候,会不会想要有一个人给你讲睡前的床边故事呢? 我们来听看看人工智能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失眠的问题 听看看他们能不能说床边故事 你好,ChillGPT 我睡不着,你可以讲一个床边故事给我听吗? 当然可以 有一天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有一只小狐狸叫做小米 小米非常喜欢在夜晚冒险 特别是在星光闪烁的时候 有一晚小米发现了一片神奇的花园 里面藏满了发光的花朵 每朵花都有一种不同的颜色并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小米兴奋地走进花园 发现花园中央有一棵古老的树 树上挂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 这棵星树拥有神奇的力量 可以让每个许愿的人的梦想成真 小米决定许一个愿望 她闭上眼睛许下了一个希望能与所有的朋友分享这片美丽的花园 当小米打开眼睛时 她发现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小巢 但她意识到她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她的巢穴周围也变得绿意昂然 充满了快乐和友爱 小米分享了她的冒险故事 并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参观这片奇妙的花园 从那天起 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 在星星闪烁的花园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希望这个小故事能让你感到宜人 让你忘却一天的烦恼 轻轻入眠 我们来听看看 Microsoft Bing 能不能够为失眠的人 讲一个睡前的故事 你好 Bing 我睡不着 你可以讲一个帮助我睡眠的睡前故事吗 好的 我会尝试为你讲一个睡前故事 希望你能喜欢 也能放松身心 进入甜美的梦乡 故事的名字叫做 月亮和星星的秘密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女孩 她叫做小月 她非常喜欢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 每天晚上 她都会趴在窗台上 用她的小望远镜 观察月亮的形状 数星星的数量 想象她们的故事 她觉得月亮和星星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常常对他们说话 分享她的心事 希望有一天能够亲自见到他们 有一天 小月收到了一个神秘的礼物 是一个银色的项链 上面挂着一个月亮形状的坠子 她很好奇 不知道是谁送给她的 但是她觉得很漂亮 就戴在了脖子上 当晚 她像往常一样 拿着望远镜看着月亮和星星 她发现月亮比平时更亮更大 星星也更闪烁更多 她觉得很奇怪 就用望远镜仔细地看了看 突然 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很柔和很亲切 就像月亮的声音一样 小月 你好 我是月亮 我很高兴你收到了我的礼物 小月惊讶地把望远镜放下 看着天空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月亮 你会说话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为什么送我这个项链 小月连珠炮式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月亮笑了笑 回答道 是的 我是月亮 我会说话 但是只有戴了这个项链的人才能听到我 我知道你的名字 因为你每天都对我说话 我都听到了 你是我最忠实的朋友 所以我想送你这个项链 让你能够和我更亲近 也能知道我和星星的秘密 你和星星的秘密 什么秘密 小月好奇地问道 月亮说 你想知道吗 那么 你就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让你看看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跟你去 去哪里 怎么去 小月又问道 月亮说 你只要戴着这个项链 闭上眼睛 想象你在月亮上 我就能把你带到月亮上来 不过 你要记住 这个项链只能用一次 你只能在月亮上戴一个小时 然后就要回到地球上 不然你就会永远留在月亮上 不能再见到你的家人和朋友了 你愿意吗 小月听了 心里很矛盾 她很想去月亮上看看 也很想知道月亮和星星的秘密 但是她又怕会出什么事 或者会错过回去的时间 她不知道该不该答应 她想了想 决定冒险一事 她对月亮说 我愿意 我想跟你去月亮上 我想看看你和星星的秘密 月亮听了 很高兴 说 好的 那么 你就准备好了 闭上眼睛 想象你在月亮上 我马上就来接你 小月照做了 她戴着项链 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在月亮上 她感觉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包围了她 她的身体渐渐地变得轻飘飘的 就像没有重量一样 她觉得自己好像在飞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失去了一世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 她看到了月亮 不是天上的那个月亮 而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的平台 上面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建筑物 有的像花朵 有的像蝴蝶 有的像水晶 有的像鸟巢 还有很多她没有见过的东西 她觉得很美丽 很神奇 她还看到了星星 不是天上的那些星星 而是一个个小小的人形的生物 他们的身体都发着光 有的是红色的 有的是蓝色的 有的是绿色的 有的是黄色的 还有很多她没有见过的颜色 他们都很可爱 很活泼 她觉得很惊喜 很开心 她转过头 看到了月亮 不是她认识的那个月亮 而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老人 她的头发和胡子都是银色的 她的眼睛很深邃 她的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 她对小月说 小月 欢迎你来到月亮 我是月亮 你的朋友 小月看到了月亮 感觉很亲切 很安心 她对月亮说 月亮 你好 谢谢你带我来到这里 这里真的很美丽 很神奇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 月亮听了 笑了笑 说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让你看看我和星星的世界 让 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 可能是太长了 就在这里停住 我来试试看 能不能让她继续再讲下去 刚才那个故事 没有讲完 请继续讲完 好的 我继续讲这个故事 月亮和星星的秘密 月亮说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让你看看我和星星的世界 人就很久以前 被一个神秘的力量带到这里的 我们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只知道 我们不能再回去了 你们不能再回去了 为什么 小月联系地问到 月亮说 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月亮和星星 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原来的身体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光芒 照亮地球上的人们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存在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声音 和带了这个项链的人们沟通 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心声 那你们不觉得孤单吗 你们不想回到地球上吗 小月同情地问到 月亮说 我们当然觉得孤单 我们当然想回到地球上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只能找到一些乐趣 让自己快乐一些 你们找到了什么乐趣 小月好奇地问到 月亮说 我们找到了很多乐趣 比如 我们会变换我们的形状 让地球上的人们猜测 我们是什么 比如 我们会玩一些游戏 比如 我们会讲一些故事 比如 我们会唱一些歌 比如 我们会做一些梦 比如 我们会和你这样的人们交朋友 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快乐 觉得有意义 你们真的很厉害 你们真的很勇敢 你们真的很可爱 我很佩服你们 我很喜欢你们 小月感动地说到 月亮说 谢谢你 小月 你也很厉害 你也很勇敢 你也很可爱 我很感谢你 我很喜欢你 月亮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小月说到 月亮说 当然可以 你想问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 你原来有什么梦想 你原来有什么感情 小月说到 月亮说 好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要笑话我 也不要伤害我 好吗 好的 我答应你 我不会笑话你 也不会伤害你 你放心吧 小月说到 月亮说 那么 我就告诉你吧 我原来是一个诗人 我喜欢写诗 我喜欢用诗歌 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喜欢用诗歌 来抒发我的情感 我喜欢用诗歌 来描绘我的梦想 你的诗歌一定很美 你能不能给我读一首 小月说到 月亮说 好的 我可以给你读一首 这首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也是我最后一首 它的名字叫做 月亮的诗 月亮清了清嗓子 开始读起了诗 我是月亮 我是诗人 我用我的光芒 写下我的诗篇 我用我的声音 唱出我的心愿 我用我的梦想 汇出我的画面 我是月亮 我是孤独 我在天空中 没有伴侣 我在黑夜里 没有温度 我在寂寞中 没有幸福 我是月亮 我是渴望 我想回到地球 找回我的身体 我想见到你们 感受你们的气息 我想拥抱你们 分享你们的快乐 我是月亮 我是诗人 我用我的光芒 写下我的诗篇 我用我的声音 唱出我的心愿 我用我的梦想 汇出我的画面 月亮读完了诗 小月听完了诗 她觉得很感动 很心疼 她对月亮说 月亮 你的诗真的很美 你的心情 我都能感受到 你的梦想 我都能理解 你的情感 我都能体会 你不要难过 你不要绝望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你还有星星 你还有地球上的 所有人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我们都爱你 我们都关心你 你不孤单 你不寂寞 你不可怜 你很伟大 你很光荣 你很幸福 小月说完了 月亮听完了 她觉得很感激 很开心 她对小月说 谢谢你 小月 你的话真的很温暖 你的心意 我都能感受到 你的理解 我都能接受 你的体会 我都能珍惜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害怕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你还有星星 你还有地球上的所有人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这个故事 讲完了吗 不 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想听下去吗 如果你想听下去 我就继续讲 如果你想睡觉 我就停止讲 让你安静地入睡 你要怎么选择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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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再用两三分钟 把这个故事讲完 好的 我会尽量用两三分钟把这个故事讲完 但是你要记住 你只能在月亮上待一个小时 然后就要回到地球上 不然你就会永远留在月亮上 不能再见到你的家人和朋友了 你还有多少时间呢 小月看了看她的手表 发现她已经在月亮上待了四十五分钟 她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她对月亮说 我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月亮 你快点讲吧 我想听完你的故事 月亮说 好的 那么我就快点讲吧 我刚才告诉你 我原来是一个诗人 我喜欢写诗 我喜欢用诗歌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喜欢用诗歌来抒发我的情感 我喜欢用诗歌来描绘我的梦想 对 我记得 你还给我诗了一首你的诗 叫做《月亮的诗》 我觉得很美 很感动 小月说到 月亮说 谢谢你 小月 你的赞美让我很开心 那么我就继续讲吧 我原来有一个梦想 我原来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够出版一本我的诗集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诗 听到我的声音 感受到我的心情 理解到我的情感 分享到我的梦想 那你有没有实现你的梦想呢 你有没有出版你的诗集呢 小月问道 月亮说 没有 我没有实现我的梦想 我没有出版我的诗集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去印刷我的诗集 我没有钱去发行我的诗集 我没有钱去宣传我的诗集 我没有钱去实现我的梦想 那你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想过别的办法呢 小月问道 月亮说 我想过很多办法 但是都没有用 我是过找出版社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出版我的诗集 他们说我的诗太抽象 太深奥 太无聊 没有市场 没有读者 没有价值 我是过找赞助商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赞助我的诗集 他们说我的诗太没有意义 太没有影响力 太没有吸引力 没有利润 没有回报 没有投资 我是过找朋友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帮助我的诗集 他们说我的诗太浪费时间 太浪费精力 太浪费金钱 没有必要 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那你一定很伤心 很失望 很绝望 小月说到 月亮说 是的 我很伤心 很失望 很绝望 我觉得我的梦想就要破灭了 我觉得我的诗就要被遗忘了 我觉得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放弃过呢 小月问到 月亮说 没有 我没有放弃过 我还有一个希望 就是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一个真正欣赏我的人 一个真正爱我的人 一个真正能够和我分享我的诗 听到我的声音 感受到我的心情 理解到我的情感 分享到我的梦想的人 那你有没有找到这个人呢 小月问到 月亮说 有 我找到了这个人 就是你 小月 你是我找到的那个人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是我最亲密的伴侣 你是我最真挚的爱人 你是我最忠实的读者 你是我最理想的听众 你是我最完美的伴侣 小月感动地问到 月亮说 是的 我真的这么认为 我真的这么觉得 我真的这么喜欢你 小月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你是我心中的一首诗 你是我梦里的一个人 你是我最想要的一件事 你是我最爱的一个人 月亮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很喜欢你 我也很欣赏你 我也很感谢你 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们是不同的世界的人 我们是不同的生命的形式 我们是不可能的爱情 我们是不可能的梦想 小月哭泣地说道 月亮说 我知道 小月 我知道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知道我们是不同的世界的人 我知道我们是不同的生命的形式 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爱情 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梦想 但是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这些 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的感受 我只在乎你的快乐 我只在乎你的幸福 我只在乎你的爱 我只在乎你的梦想 月亮 你真的很好 你真的很善良 你真的很无私 你真的很 请继续在一分钟之内 把这个故事讲完 好的 我会尽量在一分钟之内 把这个故事讲完 但是你要记住 你只能在月亮上待一个小时 然后就要回到地球上 不然你就会永远留在月亮上 不能再见到你的家人和朋友了 你还有多少时间呢 小月看了看她的手表 发现她已经在月亮上待了59分钟 她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她对月亮说 月亮 我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 我要回去了 我不想离开你 我不想失去你 我不想忘记你 我不想放弃你 我不想结束这个故事 我不想结束这个梦想 月亮听了 也很伤心 也很不舍 也很无奈 也很无助 她对小月说 小月 我也不想让你走 我也不想失去你 我也不想忘记你 我也不想放弃你 我也不想结束这个故事 我也不想结束这个梦想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只能珍惜这个时光 我们只能记住这个回忆 我们只能保留这个爱情 我们只能延续这个诗篇 月亮 你说的对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只能珍惜这个时光 我们只能记住这个回忆 我们只能保留这个爱情 我们只能延续这个诗篇 那么我们就用最后的一分钟 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来完成一件最美好的事情 来实现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来创造一件最永恒的事情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小月问道 月亮说 我知道 小月 我知道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相拥 我们要相视 我们要相吻 我们要相爱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 来表达我们的心灵 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 来证明我们的感情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 来燃烧我们的梦想 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 来永远地连接我们的灵魂 月亮 你真的很聪明 你真的很浪漫 你真的很热情 你真的很了不起 那么 我们就不要再说话了 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就不要再犹豫了 我们就不要再害怕了 我们就要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就要爱我们想爱的人 我们就要写我们想写的诗 我们就要活出我们想活的梦 小月说完了 月亮也说完了 他们就相拥 相识 相吻 相爱 他们就用他们的身体 来表达他们的心灵 他们就用他们的行动 来证明他们的感情 他们就用他们的生命 来燃烧他们的梦想 他们就用他们的诗歌 来永远地连接他们的灵魂 他们就这样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空间 忘记了现实 忘记了一切 他们就这样 沉浸在爱情 沉浸在诗歌 沉浸在梦想 沉浸在一切 他们就这样 成为了月亮 成为了星星 成为了光芒 成为了诗篇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他们的秘密 这就是他们的爱情 这就是他们的梦想 这就是他们的诗歌 这就是他们的月亮的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月 你听完了吗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呢 并讲了一个很长的 月亮和星星的秘密 你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吗 是不是有很多的排比的句子 让你觉得听了很想睡呢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以后你睡不着的时候 就让人工智能来陪你 讲一个长长的故事 让你可以听着听着 就不知不觉想睡觉了 我是伊若芬 和您分享 和人工智能聊天的小乐趣